你看过电影和小说 哪些空洞拥有自己的光线、大气和生态系统 以下有哪些科学家提出地球空洞说 英国的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爱德蒙·哈雷 哈雷以他在彗星研究、地磁场和地球的内部结构等领域的贡献而闻名 他最大的成就是预测彗星,并以他的名字为命名彗星 在地球空洞说方面 哈雷曾提出一个关于地球内部结构的假设 他认为地球是内部有着有三个铜星的壳 最外层的壳深约500英里 并且拥有各自的磁极 这些壳之间由大气层分隔开来 最内部是一个石星壳 其直径与火星相当 根据哈雷的理论 每一层壳都以不同的速度旋转 哈雷提出这一理论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解释两极地区磁针无法准确指向的情况 他认为这是由于内部大气层在两极地区漏出形成了极光并干扰了磁针的方向 不止哈雷提出地球空洞的理论 还有瑞士数学家李扬哈德尤拉 尤拉在多个数学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包括维积分和图论等 他首次引入了许多数学术语和符号 这些符号和技法至今仍在使用 他提出地球的内部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世界 这种观点有以下主要特点 尤拉认为地球的内部包含一个小太阳 这个小太阳是地球内部的光源 并且提供光和热 根据他的理论 地球的内部包含一个广大的内部海洋 这个海洋充满了水 并且存在着各种生命形式 可能包括奇特的海洋生物 人们可以通过极地进入地球的内部世界 他认为极地地区是进入地球内部的门户 约翰·莱斯利爵士是一位著名的苏格兰物理学家 是第一个成功制造出人造兵的人 他以尤拉理论上在加强 他认为地球内部存在着两个太阳 分别命名为普鲁通和普洛塞比纳 传说中的香巴拉是一个隐藏的极乐世界 根据藏传佛教的信仰来解说 居住这里人们生活在和平 幸福和智慧之中 并且远离了世俗的烦恼和痛苦 香巴拉也被认为是一个处于地下王国 二战时期一些纳粹领袖 尤其是希特勒和海因里希希姆来 对神秘主义和超自然主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多次派出党卫军探险队到西藏寻找香巴拉 还有秘密航向南极的潜艇 目的寻找到地下世界 并获得地下世界知识 好让纳粹统治全世界 1946年 美军在南极进行大规模考察 代号为跳高行动 理查伯德将军在一次飞行中 他发现了南极大陆上的奇特景观 有溪流和森林 还看到了蒙马像 一气失灵后 他遭遇了叠形飞行物 迫降后见到一座水晶城市 有一位金色头发的男人来到他面前 他们来自地下文明 他们警告人类不要再使用核武器 世界会因此毁灭 伯德将军就开着飞机 飞了一段距离 回到南极基地 伯德将军向美国政府汇报 随后受到调查 并保守机密 这个故事未经证实 被视为都市传说 随着时代演进 地球空洞说 这个理论已经没人相信了 根据万有引力定律 所有物体都相互吸引 而地球是一个巨大的质量 它的质量产生了引力 将地球上的所有物体 都吸引向地球的中心 这个引力是由地球内部的质量 所产生的 并且是向内的 使地球成为一个球形的天体 如果地球内部真的有一个空洞 那么地球的质量分布和引力场将会与现实情况大相径庭 这将对许多天文和物理现象的解释产生不一致性 万有引力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 已被大量实验和观测证实 因此地球空洞说不符合现代科学的基本原理 但不影响在娱乐文化中如电影和小说或电玩的发展 地球空洞说可能会被用来创建奇幻的地下世界或神秘的探险情节 故事中的角色会进入地球的内部 发现那里存在着未知的生物 文明或资源 这种情节元素为故事增添了神秘性和冒险感 地球的实际结构是经过大量科学研究和观测所确定的 包括地壳 地寒 地壳等多个层次 这些观测和研究支持了地球内部是实心的 而不是一个巨大的空洞 因此 地球空洞说在科学界被视为无效的理论 并且为得到科学界的广泛接受 然而 在娱乐文化中 这种理论会被用于做创造冒险故事 地球空洞说在娱乐文化中可以提供有趣的情节 这次影片到此为止 喜欢这次影片 记得按赞加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是趣闻纪录 我们下部影片见